大家好,我是杰特 欢迎来到On and Off Art的第一期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艺术家张永基·阿基 阿基硕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 他的作品以图像、影像、装置等为主 在如今这样一个高度视觉化的时代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被大量的图文信息轰炸着 如何才能在这样的信息大爆炸时代 培养和保持自己对于图像和影像信息的谨慎 与思辨性思考呢 在今天的对话中 我们将和阿基针对图像合成的边界 看与被看之间的关系 现实与虚拟的对比 以及如何辩证地看待图像的篡改等一系列问题 展开讨论 谢谢阿基今天参与到我们的录制 谢谢邀请 去年我在你的工作室参观的时候 有一件作品给我还是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那个作品里是 你有从网上搜到很多的证件照 然后把这些证件照都罗列在一起 然后你通过一个这种计算机算法的技术 把证件照中没有表情比较严肃的这个人的面目表情 变成了一个微笑的人脸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作品 你背后的一些创作的理念 我先是描述它形式吧 就是说通过这个一张比较严肃的没有效用的这个图像 通过一个图像处理软件 一键生成微笑 这是什么处理软件 一个叫FaceApp的一个软件 对类似的软件其实有很多 但它就是其实是我们今天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那种智能算法 它足以自动识别这个图像 效起来应该是什么样 所以它就可以给你去运算出来 就得出了这个比较严肃的这个护照照的这个头像的一个微笑版本 然后这里面所产生的这种荒诞感 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这也源于两个自身之前的一种体验 因为我以前在拍照的时候 我就比较不喜欢笑 不笑的状态让你觉得不那么友好 然后我就试着把我以前所有这些照片 不笑的照片 通过这个软件生成一个微笑的版本的我 我就觉得特别荒诞 就是一个人的内部的那种气质 完全被这个生成出来笑容给瓦解掉 这个它其实是让图像中的人变成微笑 就是这个微笑和真人如果去微笑拍照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比如说我 如果去拍一个我自己微笑版本 这个状态还是能看到我自己本身的这个特点 但是这种图像生成的微笑 它一下子让你觉得这个人好像不是你自己 但是它又跟你长得很像 后来还有一个经验就是 我当时去美国找我女朋友的时候 去了一个她的朋友 就是一对老夫妇家里面 我们聊到关于护照的问题的时候 老太太特别好玩的描述 她当时拍护照照的一个过程 以至于她好像说现在她的护照都没有审核通过 所以她一直好像没有去别的地方 就是因为她每次拍照都要笑 别人不让她笑 但是她觉得为什么不要笑 然后一直这个矛盾就没有解决 所以就护照就没有办理成功 所以好像她就一直没有出国 对 就是这两个事情呢 我对微笑这个事情比较感兴趣 就算你没有加任何的滤镜 就比如说你就是用这个相机 非常坦诚地捕捉到你当时当刻的这么一个瞬间 那么最后这个相片中呈现出来的这个人 就是你吗 这个也一直都有讨论 就是照片都是主观的 就比如说 即使你要非常客观地去拍摄一组头像 它其实也经过了你主观的选择 这个东西它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的 只有说我认为这样可以 说我就这么拍 有一个比较出名的 我也比较喜欢的一个摄影师 就是托马斯鲁夫 他在早期就拍了一组肖像 就是所谓的这种类似于镇监照里面的头像 就拍的都是他身边的人 然后放的特别大 脸上的雀眼和什么 所有细节都有 然后就是没有姓名背景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照片 只有图像本身 这个人所呈现给你的所有状态 而看不到这个人背后所有的符号信息 这是他当时比较有名的一系列作品 就是在讨论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 对 好 那我们就还是回到作品本身 就刚才你给我展示的那个作品 对 我这些作品 其实它都没有一个定论 你一定要表达是什么 我其实抓住某种现实跟图像处理之后 而产生那种荒诞的东西 让他觉得有一些 除了荒诞以外的东西 值得去想象一下 这么一个状态 能不能再去谈一谈这种荒诞感 因为我会觉得 其实现代人已经不觉得这个荒诞了 就比如说加滤镜 然后把我自己变得很美 就他们并不觉得这个荒诞 就大家大众已经非常接受这个事情了 我可能比较古板吧 就是如果没有对比 我可能不觉得 就比如说 你看这么一张微笑头像 没有任何异常 但是当我通过这么比较 去看待的时候 我就觉得 它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内容是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我知道这是假的 这是真的 包括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的头像的时候 因为你置身在这其中 你会感觉到很奇怪 所以我也是昨天有跟你聊到说 今天我们面对屏幕的这种能力 我是非常欠缺的 所以我需要 我某种程度上 我也想去锻炼一下 但是在这个锻炼过程当中 我也希望能保持一种比较谨慎 或者批判的一个态度 去接受这些东西 对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我觉得用同样的逻辑 就是做一个对比 就是没有加美颜的照片和加了美颜的照片做对比 然后也是同样的 是做一系列这种人物 有啊 但是就是说 因为滤镜的那种叠加变化 差异太明显了 所以没有那种微妙的那种感觉的变化的东西 就是太强烈了 所以至于可能没什么感觉 就是像一个人戴了一个面具嘛 就是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他可比对的这种性质就不强了 你只能 我告诉你 其实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 对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荒诞感 和你对于这种滤镜文化 或者说算法改变人的样貌 图像可以如今被随意篡改 就你对它有一种警觉 对 就是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但是现在我觉得问题是 就是在当今社会 人们对于就像你说 你把脸都换了 就你加一个什么美颜的滤镜 然后你把两个图片摆在一起 真的图和滤镜和图摆在一起 人们都不觉得荒诞 人们都觉得很正常啊 就是这个网络世界不就是这样吗 对啊 没有荒诞感之后 人们对于这种现象就是毫无警觉感 而当你呈现 就是你的这种对比 它是更加的细腻的 更加难以察觉的 可能人们对这个就更加不会觉得 太荒诞 就大家看到这个现象就是习以为常 我觉得吧 就是观众去看到它的时候 其实看到是我提出的一个问题 它的核心本质还是图像的加工 就是想去强调这个边界 合成的边界 就是我想让这个边界显现出来 最近想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以前我们看桌际公园什么的 这种电影 我觉得特别真 你现在回过去看 你会觉得特别的假 但是为什么当时没发现呢 没有见过吧 没有这种视觉经验 所以我觉得今天某种程度上 也是这么一个逻辑 去年出了两个片子 爱尔兰人跟那个双子杀手 你看了吗 这就是不重要了 剧情不重要 就是他们都是通过脸部生成的技术 演他们年轻的时候 这个技术已经比较简单 去实现这个东西了 但是呢 它还是有合成的边界 只是说 所有的这些拍电影的这种导演 好像都极力了去隐藏这个边界 让观众不去发现这个东西 但是你想说的就是 观众其实还是能够察觉得到 会有个滞后 比方说 我很多年以后再回去看侏罗纪公园 我就会发现 这个边界太明显了 这个后期做的太假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 很多电影的时候 会发现制作更加精良 技术越来越高级 今天这种视觉的接受 导致我们发现以前的那种活略 对 我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趋势 就证明我们现在的技术太高级了 电脑合成的东西 与真实世界越来越接近 对 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 所以我觉得 发现这个边界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好比看楚门的世界 看西部世界 等等这些电影 其实都是在讲他们如何发现边界 然后觉醒 重新获得自由意志 这么一个过程 那我的问题就是 比如说大家就是看那个合成的微笑图 怎么能够发现它是合成的 像这种图 你要是想发现的话 你就必须认识这个人 你认识这个人 在现实生活中 他笑是那样 而且你还跟他很熟悉 所以你见过他多种多样的笑 然后你再看到这张照片 你就会觉得他不可能那么笑 这个是电脑合成的 我觉得慢慢的你会对这种图像会有一种识别感 就是你为什么现在突然看 以前那个版本侏罗记公园 你突然发现它那么的拙劣 只是说我们现在太靠近了 就刚刚我们当年去看侏罗记的时候 根本发现不了一个意思 但是我想探讨的是 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发现 第一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方法 你认识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 当他被虚拟化的时候 你会意识到他是被虚拟化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我去看大量的 用同样算法 我觉得也不用那么刻意 就是说你脑子里是有一个这么的意识就行了 你始终知道 就好比西部世界 我举楚门的世界吧 楚门的世界比较多人看过 他突然有一天隐隐约约 发现自己的生活有点不对劲 就是有个女主角 在里面告诉他 他们不让我 你怎么着 他们让他快点走 或什么什么的 就这些信号 是我做这些东西想要提供的 就他可能当时没有意识到 可能第二第三次 说的时候还没意识到 然后但是第四第五次 他突然觉得好像确实有点不对劲 他一开始换一个角度 去观察他周边的事情 发现 为什么这些车原来每天都是重复的在这里运行 他开始去寻找他这个世界的边界 后来发现他其实是在完全一个巨大摄影棚里面 然后最后电影结束 他获得了某种意识的自由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就是培养观众看待图像的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这种很谨慎的 很批判性的角度会让观众对身边的一切事情都没有信任感 其实这个我们也谈了就是信任感的问题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把握一个度把也不会信不信任的问题 有时候我觉得回归到一个很本质的一个状态吧 这个地方是什么 结婚照 针见照的这种处理 你看特别有意思 然后它的文件分类 睫毛 眉毛 美瞳 逼真相我怎么做教程 怎么去做这个笔刷 然后男装的素材 100款 然后全部给你整理好 头像随便替换 只要把你的头贴上去 就可以生成一个非常利索的一个针见照 这是民政局提供的服务吗 不是 我找淘宝买的这个素材库 就是照相馆可能都在用这些素材 就是不仅仅是用在结婚照上 还有其他各种针见照 其实我不知道哪一年开始流行 就叫做最美针见照 就开始就统一的这种视觉风格 好怎么 你看好不好嘴巴 就根本就不是你嘛 你说 我理解不了 反正 就是 所以我会有欲望 去了解它背后 更深沉的这种逻辑是什么 而且这种现象 我觉得是 中国特有的 至少在西方 我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 对它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 把你这什么痘痘给削掉 但是不会把嘴 把睫毛 把瞳孔都给换了 把头发都给换了 就是你看那些批图的 就是对造型没有认识那些人批的照片 对我这个下一步我就想找这种照片 就是没有人形你知道吗 就是我刚才说的 它意识不到这个边界 一看就知道 我靠你已经完全批的 不是一个人让了 就是这两边的骨头已经没了 整个脸什么尖的 然后鼻子这样 然后眼睛大的 就是完全不符合正常的人类的这个结构 但是作为批这个图片的这个人本身来说 它意识不到 这种东西也是我觉得不正常的地方 对 你会觉得这个察觉到对不对劲这个和社会阶层有没有关系 就是你是来自一个更富裕 更受过更多教育的阶层 你就会对这个事情 边界的这个事情会更加的敏感 某种程度上说 我不要别人 比如说我也是通过不断的去 获得新的认知 思考 或是从别的领域的这种启发等等 让你一点一点意识到这个东西 就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以前在看侏罗纪公园的时候 我可能是完全看到的就是恐龙 在这个公园里面 跟人之间怎么关系 你可能都没有意识这是一个虚构的东西 就是你脑子根本没想这个问题 你想的就是 你当时坐在这看的这些东西 所给你带来的那种体验 感官 感官上的一种直接享受 就是你就很爽嘛 对吧 爽完之后也就完了 但是你今天再去重新看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好多别的东西 比如说电影的镜头的运动 电影的美术 演员的表演 你突然会比以前在 没有去学习电影是什么的时候 看到东西更多 但是有些人 他就是追求那个爽呀 但是我也不妨碍我看这个东西 看得爽啊 你知道这个不冲突啊 只是你知道这个 就是它的结构 或是它的这种所有的边界在哪里 就是说你就多了一些角度嘛 你既可以非常投入的在这里面 也同时也可以跳出来 去看它的另外一个状态 我在想就是还是回到爽不爽这个问题 但如果你没有这个爽的东西 他为什么要去追求一个另外不同的东西 所以他为什么要去看破这个 看透这个 没有当时的爽的呀 对 但是呢你怎么去意识到它 我觉得意识到它是很关键的 意识到它暗示的某种选择 当你意识到它的时候 你才能选择你要进入还是出来 你要怎么去面对它 像我们回归到不相的处理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合成的那个痕迹的话 其实是会出现很荒诞的事情 比如呢 就比如说你把自己提的不像人来 已经失去人的 人的这个犯 已经不是人的犯程里面了 而且还陶醉在自己很美的 这么一个假想世界里 对呀 但是看得见这个边界的人来说 就觉得很荒诞 我觉得边界的这个问题 不仅仅是在修图这个事情上 我们现在有一个倾向 就是图片是先于生活的 当我观察到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要先把它拍照 然后把这照片修一修 上传到朋友圈 向朋友通过图片的形式证明 这是我的生活 然后才能说 啊原来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图片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这个边界重要的原因 包括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 实际上是楚门的世界 这个电影里面 那个提供一个暗示的 那么一个角色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这种角色应该很多 并不是说 你要从里面出来 而是这个世界的边界在哪 你要不要试一试去走出去 然后再决定 你要留在里面 还是到外面来 对 我觉得需要有这么一个选择 但是我想把这种 图像领域发生的改变 和我们社会中 人的精神状态发生的改变 做一个联系 就比如说当代人们 我们追求那种爽嘛 咱们不挑爽嘛 大家现在就是去追求一种快速的那种感官刺激 就是当时爽爽完了就完了 就是这种对于快感的这种非常肤浅的 但是非常强烈的追求 和我们经常使用P图软件 和我们经常爱自拍 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直接的相关的关系 我觉得这里面技术的发展 最终是导致了人类生存方式的这种改变 其实还是就是你的习惯 你的生存习惯 你感知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 就像刚才你说的 现在人觉得P图很正常 对 因为已经习惯了 这种习惯导致了他觉得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那只是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 我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个习惯的 就是我会去反思我的这种习惯怎么来的 这种感知的方式是怎么开始变成这样的 现在图像的这种生产逻辑 包括人观看的图像的方式 都已经其大的发生了变化 图像的起源 最早其实是从巫术里面来的 其实是一种崇拜 它不是一种观赏行为 它是一种宗教或者人间的事情 宗教的价值 比如说一开始巫术 跟上帝沟通 还有一种宗教的价值 对吧 我所画的图像或什么 都是服役宗教的 就它是一种象征 到后来转变到 所有这些东西都在美术馆里面 我们都在欣赏这个东西 图像本身的这种仪式价值 已经转向一种非常实际的 一个时间的一个价值 对 不仅如此 它还有一种娱乐化的价值 就是转变成那个娱乐消遣的一个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 你也在培养你的一种占有欲望 然后这种欲望 也慢慢的因为技术的发展 不断去强化 包括摄影 电影的出现 然后电影跟摄影的快速发展 反过来加强了你这种欲望 我以前看图像的时候 我从来我也不会考虑 这人是不是批的或什么的 然后有一个阶段就是 一看的时候 这个肯定是批的 这肯定是假的 有这么一个阶段 那到现在就说 你已经不在乎它是不是批 可能就觉得 这种批法也挺好 就在考虑这个后期的这种 你是用哪个软件弄的 这个地方怎么弄的 这个头发怎么处理人 这样的 而且这个东西还有一个 就是越来越普及 这个技术 其实是至上而下的一个状态 一开始肯定是少数人 或是门槛比较高的 当它慢慢慢慢的变成一个 全民都在使用的时候 这种习惯也就形成了 就是这种技术的东西 已经变成每个人都可以去操作 图像的同质化和这个也相关 当每个人都有这个技术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匹会的图都长得差不多 它变成那个集体审美 集体接受的东西了 对 集体审美 对 就跟韩国整容一样 都是按照一个标准去找的 对 因为每个人都能参与 但是它只是下意识地去进行的这种行为 但是没有过多的去思考这个行为背后 所以才会越来越一样 那我觉得艺术家可能不一样一点就在于 我也履行这个行为 但是履行这个行为的时候 我可能会想 为什么要这么履行 我能不能去履行一些不一样的 就是以不一样的逻辑去履行这个行为 而产生不一样的方式 包括不一样的审美 其实审美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多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艺术本体的一个东西 就是有一个自己这样的一个追求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络世界中 充实着大量的信息 每当我们在浏览一些图片 或者看文字的时候 其实都在接收大量的信息 但是这些信息有真有假 我们如何才能够思辨地去看待 这些真假参半的信息呢 之前我记得咱们俩聊过一个 你的还挺有趣的一个艺术项目 王精炮王 然后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作品的创作过程 可以啊 然后你说真假呀 怎么去判断 我觉得这要回归到 刚才我们说那个边界的问题 首先你得有一个意识 在你面对图像或者是信息之前 你要先去下意识地去判断它 有没有一个这种边界在里面 我觉得只有以这种思维去看待信息的时候 我们才能会避开很多所谓的真假的陷阱 或这种信息错误的引导等等 你像望金炮王 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考虑这么一个问题 我描述一下它的形式吧 它的形式就是我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推文 这篇推文是以我自己作为主角 然后把自己跟20多个女生的一个约炮的 一个聊天的一个记录截屏给发出来 相当于我自爆这么一个行为 然后在小范围内引起了一些议论吧 大部分都开始在以道德的角度来对我进行一种批评 但是呢实际上这整件事情上面发的所有的截图 都是我虚构的 通过修改聊天的头像 包括后期去处理出来的一些图片信息 然后其实里面有很多设置 是可以去让人发现这里面是假的 比如说前面有一篇前沿 这篇文字的描述里面 某种程度上也是暗示了这个信息是假的 还比如说里面有一个音频文件 其实是当你点开这个音频文件的时候 它其实就已经告诉你真相 这是一个虚构的行为 这是一个艺术项目 然后再比如说在这些聊天记录的一些细节里面 比方说通话时长244小时之类的这种设置 其实大量信息都是在告诉你 这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事件 但是大部分人 几乎99%的人都可能没有去 先判断这个事情的一个真伪 而是直接从道德层面来进行一个批判 因为这个信息本身是非常有争议性的 你发的这个图文内容符号性非常强 他一下子就把你抓住这是一个渣男的一个很渣的一个行为 然后马上就进入这样的讨论 所以其实从社会的角度来说 我是对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非常批判的一个事业 我也不能用别人来弄 所以我也可以伤害了别人 所有只能自黑 对 这是这个忘经盼望其中的一个内涵吧 那后来这个项目结束之后 你有没有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告诉网友 其实你这是在做一个艺术项目 那我在一些艺术空间的展览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真相包括观众评论都涵盖在里面的一个展示是有的 相当于我在发布这篇推文的时候 这些观众其实是某种程度是我的一个参与者 我们共同去构建完成了这么一件作品 因为你是央美实验艺术系毕业的嘛 就可能这个忘经泡王的作品 它是一个实验艺术的一个成果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疑问就是 为什么这样一个项目可以被称之为艺术 我其实也不是说实不实验 就是我对一些问题有一些思考 你要基于这个思考 我用了我的一种方式去表达 然后这种方式就是这么一个行为 然后因为我做这个事情 也是因为基于一个朋友在手机线上展览的这么一个项目 我是在那个平台上去发布的 对就是基于手机的一个艺术项目 去做的一个事情 这里面对跟我观看 就是信息的生产者 就是图像的生产者 跟图像接收者之间的一个关系的这么一个探讨 它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结论 对我可能自己在这个过程中 也是在寻找一些启发 可能还是回到之前你提到的 这个图像合成的边界这个问题 就是可能想通过忘经泡王这样一个项目 让人们意识到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接受到的图像讯息里面 是有很多真假的那个边界的 对就是一方面从技术手段上去判断这个东西 另一方面真的是要去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深层的交流 去判断这些东西 对忘经泡王最根本内和现在我想到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描述 就是这种人与人最深层的交流 这种缺失导致表面上的这种误解 那你怎么去从技术层面去识别它 包括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敏感 或者是跟人与人之间那种深层交流 思考比较多的人可能是比较容易发现 其实这里面可能有另外一些东西存在 在艺术创作中你可能获得了很多批判性的思考 也更加敏感的去看待我们的这种观看文化 那么带着这些你从艺术创作中所习得的这些经验 或者思考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你是如何处理一些和图像相关的一些社会问题 或者说是日常生活问题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吧 它也不完全是从艺术创作中习得的 而是从生活上有一些感受 然后把它转换成某种艺术形式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再反馈回我的日常生活 就这么一个过程 具体的一些现象 我在面对这些信息的时候 我可能也不会只仅凭图像跟信息来判断这件事情 就是它是不是说它呈现的那个面貌 可以举一些具体实例吗 包括联系到现在疫情 比方说那个 去世的那个时候 疫情那个中间 所有人都在为它发声 但是 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这种判断可能还是会 比较纠结 它只要不需要我马上做判断 我可能都不做判断 其实我不知道我该说点什么 因为我没有那么相信这文本去真的从内在感受到那种能量 然后去真的去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然后去发出那样的声音 因此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发声的渠道都只能在图文信息之上 都只能在互联网 只有在互联网才被观看到 才被听见 对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因为我不知道除了在这 我还可以怎么发声 或者说我在现实世界中的发声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 就我没有把东西发布到虚拟网络空间中 我就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目前稍微有点悲观的一个状态就是失语的状态 但是我对这些问题有自己的判断跟思考 就是没在这种网络平台上去过多的去随意的去发布消息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空间 其实也不能说限制他们去发布一些东西 只能说你在接受的过程中 你得去判断你的那个边界到底是什么 对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把想法发布到网络平台 你会在日常生活中和亲朋好友去分享你的一些想法 那当然了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网络上的那种沟通是非常简单粗暴 没办法去深入沟通的 长久以来你想问题的方式是非常恶远对立 就是你一旦进入一种比较理性批判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这个对话聊不下去了 极端一点就是甚至上升到就是一种言语的对骂 对这种我觉得就没什么意思了 从这里面再延伸出来就是很多图文的信息 其实是借图文信息的某种误导性 或它的这种带节奏的这种性质 去营造很多所谓自己的这种利益 或是传递自己的这种 比如说从国家层面就意识形态的一种引导 然后从商业层面就是商业利益的这种运作 这也是我觉得会对这件事情比较谨慎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 你请期今天的那个丢下一万块钱就跑的这么一个现象 一开始出来这个新闻时候 从意识形态说就是感动中国 70岁老人怎么怎么着 然后后来你发现有网友在那个百度上输入了 丢下一万块钱就跑 你也发现全国各种版本的丢下一万块钱就跑 什么快递小哥丢下一万块钱就跑 扫地大妈丢下一万块钱就跑 什么什么八询老奶奶丢下一万块钱 紧张说说丢下一万块钱就跑 这个事情就变得特别的荒诞 背后制造这些信息的人都是什么 都是是网友吗 就各种平台 比如说要不就是想要引导某种正能量的价值观的 或是转移矛盾焦点的 要不就是某些公众号为了获得流量的等等 所以其实疫情期间大家闲着 其实能发现不少网络上的这种比较荒诞的信息 从这个层面上其实也觉得让大家去意识到 其实图文信息的这种合成的这种边界的存在 所以还是得对这种图文也好 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人都作为图像生产者生产出来的图文 跟权威机构生产出来的图文 都在被以各种非常主观的目的在篡改利用 所以需要有一个谨慎或者批判的态度 去保持一定距离去看待这些信息 那我觉得可以用前段时间 我看到很喜欢的一篇文章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么一个对话 这个作者他刘春 他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他写到 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化霸权 相信凡是图像的才是真实的 真实只有转化为图像才具有合法性 我们对于视觉文化的批判 带有人类不可抑制的天真的信仰 我们天真的认为求真是可能的 但是在视觉文化时代 需要我们在视线之外 才能发现真实的世界 我觉得他想提到就是 如果我们想去发现 更加真的真相的话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目光挪到图像以外 在图像之外找到更加真的一些线索 就是当我们跳脱出这个图像生产机制之后 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去自处 那好 谢谢阿基今天和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观点 谢谢 On and Off Art 将对话艺术从业者 提供一种艺术性的观看世界的角度 旨在打破艺术的神秘性 探讨艺术和社会的紧密连接 艺术就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